學功夫要有一個 教授的生命 還有一顆 教授的生命 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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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別人 這就是 功夫的進展 很好來謝謝各位小朋友 謝謝教授老師 我說永遠記得老師 就是高職的老師叫陳彥文老師 他是一個戴著細框眼鏡 絲絲紋紋白白晶晶的老師 可是他戴的是 我們那個學校最有名最壞的班 放油班 我們以前那時候 永遠忘不了他戴高一的時候 他只說他只求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團結 我們要一起高中到高三畢業 不要一個人離開 他會想辦法把所有人留住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高二吧 他有一次突然把我叫來 啪 把一整個單子站在我面前 他說 裴好你知不知道 你快要被退學了 我是怎麼會這樣 他就說超級成績已經掉到四十多了 然後學校開校務會議說 要把這個給退學了 他不簽 他就給我看說 你現在怎麼辦 你到底要不要畢業 我那時候真的慌了 我當然就說 邱老師我一定要畢業 我總不能說高中或沒畢業 他說好 那我保你 可是你現在開始 必須要聽我的話 不准遲到你 所有我現在教你做的事情 都要做 他就做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他把我抓去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他就是用各式各樣的比賽 不是都會有一些小嘉獎嗎 反正有參加就有嘉獎 一分一分一分 然後把超級成績賺回來 結果我在那一學期到結束的時候 我超級成績從四十幾還拉到八十幾 本來一個要被退學的孩子被拉到就是 你可以順利過我這些學習 所以我到現在 我很榮幸能夠有這一點點小小的成就 我只要出去外面 我就是寫信給老師講 真的謝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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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